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科技节目 根据研究,鱼油补充剂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但可以降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的风险 鱼油是Omega-3脂肪酸的丰富来源 NHS建议每周至少吃一份油性鱼 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展 根据研究,鱼油补充剂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但可以降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的风险 为了了解它能提供多少保护 中国、美国、英国和丹麦的一个研究小组 对英国生物样本库中超过40万名参与者的健康状况 进行了平均12年的监测 以估计鱼油补充剂与心房颤动心律不齐心病例之间的关联 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 以及没有已知心血管疾病的人的死亡 该研究发表在BMJ Medicine杂志上 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在监测期开始时 没有已知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经常使用鱼油补充剂与发生心房颤动的风险增加13% 和中风风险增加55%有关 但对于研究初期的心脏病患者 鱼油补充剂与从心房颤动进展为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降低15% 以及从心力衰竭进展到死亡的风险降低9%相关 该研究指出,补充Omega-3的益处和风险并未得到一致观察 健康患者患心脏病中风或心理衰竭的风险在女性中高出6% 在非吸烟者中高出6% 对于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和男性来说 也有更大的友谊影响 从健康过渡到死亡的风险分别降低了11%和7% 作者警告说,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 因此无法得出关于因果因素的结论 没有关于鱼油补充剂的剂量或配方的信息 他们补充说,鉴于大多数参与者是白人 这些发现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种族的人 英国心脏基金会的高级营养师特雷西·帕克说 这项研究不应该让经常服用鱼油补充剂的人感到担忧 但开始服用鱼油补充剂来预防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 也不是绿灯 在英国,尼斯指南不建议服用鱼油补充剂来预防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 或阻止另一次心脏病发作 Omega-3脂肪酸等补充剂不能替代健康饮食 与其关注单个营养素 不如将饮食视为一个整体以帮助降低风险 传统的地中海饮食一次又一次的被证明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 这包括更多的鱼,白色和油性,和更少的红肉,以及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豆类,扁豆,坚果,种子,和全古物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